明天有什麼事 明天有什麼事 開始我們今天都吃人家說什麼 鼻子的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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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鼻子的好漂亮 小時候經常聽將貝說 鼻子扁扁, 長得不好看 鼻子長得又高又直就會被人稱讚 其實鼻子除了影響一個人的外觀之外 從原學角度 在性格和運程方面 都有不同的代表意義 究竟上學來說 怎樣的鼻子才算是漂亮 想有鼻無患 馬上送上今天的都市閒情 今天在有鼻無患請來兩位嘉賓 首先跟大家介紹 就是嵌兒學家李英才師父 另一位是游泳專家 大家好 司徒水奇 大家好… 阿水, 你好 你好… 歡迎兩位 游泳水歡迎 也要歡迎我們的家庭觀眾 是 因為凡是說出臉、嘴唇、鼻子 就有很多電話 是 你可以打一八七二二零電話 請教一下鼻子的文情 我的意思是 希望家庭觀眾 如果覺得自己的鼻子 長出來的樣子 跟我們稍後再說的內容 有些不同的 特別有不同的 可以請教李英才師父 好… 阿水, 你覺得自己的鼻子怎麼樣 你的鼻子怎麼樣 鼻子怎麼樣 是, 鼻子 我覺得自己的鼻子比較怪 平常 是 怎麼為之怪 是… 旁邊看起來 而且高 你覺得自己有點像鷹鼻 不知道, 總之旁邊看起來 就好像不同平常人 不是, 挺直 這樣旁邊看起來 你真是嫌棄你爸爸媽媽 對 比我們… 也不知道幾幸 有個高、又直、又尖的鼻子 骨雷材又肥、又苦的鼻子 常常去弄掉它 不過問問師傅 對… 師傅 你怎麼樣 他的鼻子有性格 鼻子 這些鼻子, 鼻樑很挺 鼻樑挺的人 做事很喜歡挑戰困難 所以你應該… 游泳的時候 你也喜歡想一些新的東西 那種 我會… 喜歡挑戰 就是喜歡想想怎樣再快一點 差不多 或者找朋友一起想 再加上他的鼻子 很像鷹鼻 其實不是鷹鼻 鷹鼻要尖 他的鼻頭不是尖 他是圓的 但是鼻液斥高 所以這些鼻子很喜歡做事 別說了 你說的比較笼統一點 我想問一下 這隻鼻子好嗎 好嗎 這個鼻子, 問名就好 問財就缺 名就好 是 財就缺 問名就好 好, 怎麼看他的財是缺呢 如果財就要看鼻頭和鼻翼 你看他的鼻翼 這兩邊特別薄一點 是 如果鼻翼一薄的話 將來一定要找人幫你守住的錢 阿水, 你回答我 是 你本身是錢方面的觀念強不強 小的可能強一點 有很多錢, 沒什麼管 我現在沒什麼錢 不是, 吳吳吳吳 但是他會享受那個名和成就感 是, 最出名了 所以名和發展 都是他享受的過程 對, 他很出名 師徒歲旗 鼻子可以反映很多 是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鼻型 好, 我們先看看鼻子 怎麼做標準 李師傅 其實看鼻子的標準 就是要求整塊臉中的總面積 三分之一 是 由於兩邊由微深至鼻頭 在自己的臉上比 三分之一是標準 他哪個標準 他的鼻子略長了一點 略長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 他的額這個地方比較窄 下巴這個地方比較短 中間比較多 對, 就比較長了一點 好, 算不算, 屋子好嗎 又問好嗎 對… 我也是白掛這些 如果鼻子比較長的人 做事很認真 好, 繼續下去 鼻高了 鼻高了, 算不算 算 一模一樣 你看看這裡高, 還是看這裡高 鼻樑和鼻頭 你不會只有鼻頭高 有些人只有這樣高 那些就不算 只要加鼻樑 就是這裡 鼻頭, 整個屁股 你看, 你側面看 他那些… 高不高 他那些要高 我覺得你高 鼻高的人自尊心比較重 而且很多時候做事 他會很死自信 自信 不過怕他會比較傲慢 不聽人說 傲慢 可能不夠高 不是很傲慢 那如果是… 低鼻呢 這個鼻就差一點 鼻低真的像鼻頭鼻翼那麼低 這些鼻就缺乏自尊心 而且較為自卑 所以財運比較弱 但是這樣 如果他有自知之明的話 他能夠緊守自己的崗位 對, 養妻活兒並非難事 你為何女性這樣 女性這樣的話 真的要遲些結婚 我說一下二十八歲後 原來這樣 是 好, 鼻腸呢 鼻腸就是這些 是… 又是你 我們今天找對對象 鼻腸 別動…給大家看看 我們用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看 我們這樣分它 你就能分成長 鼻腸的人的優點 就是品格比較高 所以他不太喜歡和人合污 你也不喜歡和人聊天 其次就是做事很認真的 是 但是那個缺點 鼻腸的人 就是擔心他太長 就容易孤獨和孤僻 孤獨 孤獨 你孤獨 我又大人和他聊天 對…我經常聊天 你有很多加減數 你鼻鼻鼻 但是因為他本身的眼睛感情很豐富 所以有些東西不可是鼻子去決定所有 五官是一個組合 是 但是今天的題目就是鼻子 對… 對… 短鼻 短鼻 短鼻的人做事果斷 何謂短鼻呢 這些鼻子是短鼻 大王, 短鼻 你很明顯看到它 因為要短短短的 這是短鼻 這就是短鼻 這就是好不好?李師傅 短鼻的人很善用環境 還有做事很決斷, 很果斷 說做就立刻去做 是 這也是好的 那就衝動了 那就不算 因為衝不衝動的話 就要看你的眼睛會不會眼神太強 我強不強? 你眼神就不算太強 即是沒有眼神, 那就死定了 那怎麼辦? 有和沒有, 中間有很多條數 好… 但個性坦率 坦率 所以阿玉應該知道 他相處久了 什麼他都會說說說說說說 對, 什麼都這樣 對… 很難怪 算了…別說我了 好, 短鼻說完了 不鼻? 歪鼻 鼻是體財的, 鼻不要讓他太歪 是 藍毛正肚, 歪一點可以接受 但如果鼻太歪的話 你預算他一生的收入 會比較浮動 而且很多時候他做事上來 他拿著錢, 無端端會不見 甚至突然變成負債 即是有時大起大落 即是大起大落 對, 所以如果鼻歪 不要亂做投機的事 我很少看到人歪 好像我們歪了 歪是歪的那種歪 還是一邊這樣一邊這樣 那種歪 是這樣歪的 即是上面 一個方向歪 一個方向歪 男多還是女多呢 沒有分這件事 沒有分 但有件事要計算 藍毛正肚 男方人的鼻大多是歪一點 但不要讓他歪得太厲害 不過這樣, 後天撞倒不算 是呀, 我剛正想問你 我知道你想問 是呀, 因為郊東意外 不小心撞倒, 歪了 那些是後天的 等於像你整容一樣 那些是後天的不算 不會干擾了你的運程 沒有… 這個很重要, 大家小心點 好, 尖鼻, 又是他 尖鼻 麻煩你打側面看 你給大家尖鼻 這個尖不尖 他的鼻尖就是尖 但他不是很尖 是 剛才我說過 他的鼻頭不夠拉下 因為如果真是尖鼻 他的鼻頭是更窄的 鼻尖的人自我本來比較重 是 而且很多時候做起事 他有自己的自尊心 是 不服輸, 不協調 是 但是性格是冷目 你說你冷不冷目 好意情… 他還沒夠尖 對 也是很熱情的 很熱情 是 好, 那他算不算是鷹鼻呢 有關係 有關係 他的鼻… 鷹鼻要符合三個條件 第一, 鼻頭要尖 第二, 他要勾下來 你看他鷹這樣勾下來 他還沒到那隻勾 劉德華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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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三筆帳的時候 有沒有運程又不同? 沒有錢 又戴了一條帳 有幾條帳 以鷹鼻來說, 賺錢很厲害 他是拜金主義者 所以他對錢的觀念 強到他可以用錢解決很多問題 所以他能夠經商 又或者是投機, 他有他的成就 你敢連師父就是這隻鼻 對, 我看見 他傻了, 他是這隻鼻 不知道是不是 是這個原鼻 原鼻 你師父說像我這個原鼻 是不是像, 李師父 一模一樣 像… 只要你的嘴長時間保持 嘟嘟的 這樣就行了 好你不好, 老實說 好的, 這些鼻腹氣最重 也不夠 我經常說鼻子不好 經常說整容把鼻翼收窄 好看一點 做明星好, 不好嗎 我們看來不是要他的性格 我們是要他的鼻腹底 譬如他人無憂無慮 還有小虎之傷 所以這些鼻子很多時候 做事不會太介意 腹底不錯 原來如此 謝謝你 好鼻… 好鼻… 多謝你讚賞 大家一八七二零二 請你打電話進來 問問李英才師父 究竟你的鼻子的運程是怎樣 如果有甚麼懷疑 立刻打電話進來 不要客氣, 待會再見 我立刻又想問請教李師父 有些朋友的鼻孔會呆老 像我們那樣 手中的老母機 低炒拍一拍 整個鼻子 他們叫插鬚鼻孔 插鬚鼻, 那我們怎麼搞呢 是不是鼻孔外腦不好 就像阿瑞奇那樣沒事了 躺起來 躺起來 很多人有個誤解 就是以為鼻孔外腦是不好 其實鼻孔外腦不是真的那麼差 人性格比較慷慨和縮直 尤其做起來喜歡親力親為 而且很多時候是樂天開朗 是嗎 鼻孔就不算是真是外腦 還不算是… 只是露了一點 那就是好還是不好 又好不好 好, 這些鼻孔老少少是正常 小材不出, 大材不入 反而太密就不好 密就不好 是嗎 密得很重要就不好 不用時間家庭觀眾 李先生, 陳小姐電話 陳小姐 陳小姐 他就說對財運不好 就叫他脫了去 那其實有沒有用呢 脫好還是不脫好呢 我告訴你 如果真是很大顆的話 你脫來也沒什麼用 為什麼呢 鼻子太大顆的話 那顆字自然會有腳有根 索性送其自然 你做他老婆的話 你最好就是在他理財觀念裡面 你調節一下他 只要他沒有那麼多錢在手的話 那也不用怎麼破了 那其實真的對財運不太好 如果說財運的話 你是有責任幫他 好 不如他身為太太 怎麼可以看到鼻子 叫旺夫益子 通常是看鼻子的, 是吧 鼻子是其中一種 鼻樑應該是口運完的 那些已經叫旺夫益子 當然, 還要加上老婆 要親老公才行 對… 好, 現在我問一下 鼻子如果是軟和硬是否分別 很大分別 瑞琪呢?瑞琪是軟和硬 軟和硬 對, 軟和硬 他的鼻子是實的 實的, 硬的 通常如果鼻子比較實 就是那些人做事 意志比較堅定一點 而且沒有什麼怨言 你可以問你自己 你做這麼多事情 再辛苦你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沒有, 別後悔, 沒有軟 軟和硬 是軟和硬的 不是要自己捏一下 看是軟和硬的 對 不行的 對, 瑞琪算是軟 對, 掠軟 掠軟 按這個位置當然是軟 是…是整個鼻頭鼻翼的 對 通常如果鼻翼 鼻頭如果是軟熟 就等於臉鬆一樣 好 那些人心地好 好像阿玉這種心地善良 不過擔心耳致弱 容易受人影響 好 大家清楚了 這麼多關於鼻翼運程的問題 原來她是個好皮 有一段時間 不過有一點 瑞琪要告訴大家 是的, 風水命理 我們這件事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 命運始終是藏在我們手裡的 好 好 最好 好 謝謝 好 我先走了